其實能源一直是今年 所有資本市場的主旋律 特別是現在還影響到民生了 為什麼呢 因為老百姓的電要漲價了 不只老百姓的電 包括工業用電也要漲價了 我們來看餐飲百貨 這跟老百姓有關 你要是開一家小店舖 可能你的電價負擔也會比較重 如果開健身房的話 包括電影院 所有的電價都要漲了 這些高壓電價 準備取消動漲 影響的戶數蠻大的 這是在大戶的部分 不過餐飲的內需產業呢 也有可能會補漲 所以電價不排除 在919的電價審議會 會全面啟動上漲 那麼對各行各業都有影響 對 那最主要是臺電 今年預估要虧四千億 所以行政院已經編列了一千億 明年要幫臺電增資 另外九月十九號的一個 電價審議委員會 他最主要是算今年十月到明年三月 這未來的六個月 電價要不要漲 那他先漲大戶對不對 他先漲大戶 但是小商家也割在等喔 目前來看的話 本來大家預估啦 應該是不會漲 但是去年七月的時候 對剛剛阿關講的電影院啊 那個大的餐廳啊 還有那些健身房等等 五大行業裡面 因為疫情嘛 大家不好 所以他們動漲 那動漲現在說 你現在生意回來啦 對不對 是不是應該補漲一下 所以可能這五個行業 要徵收百分之十五的補漲費 但是其他的可能不會漲 那只是可能啦 補漲費就等於是漲了嘛 所以他把人就漲電價 所以大戶會漲 然後之前動漲那五大行業 也可能會補漲 那這樣擴極的層面就不小了喔 當然 但是對癱瘓來講 他們現在說還是考量啦 因為你這個 癱瘓應該是不會漲 就不會漲 那家庭應該 家庭應該不會漲 但是未來水電雙漲的一個壓力 還是永遠存在沒有辦法解決 因為現在全世界都重啟核電 重啟核電 因為大家都不夠用啊 對 為什麼會重啟核電 最主要是歐盟跟美國非常的結 歐盟在去年的八月十一號 他通過核電為綠電 因為二零二六開始要課稅啊 碳足跡啊 所以現在核電 還有還有那個瓦斯用電 都算是乾淨能源 結果這一來不得了了 核電竟然綠電 大家重啟核電 對對對 重啟核電 那重啟核電 第一個漲得當然是右礦 那右礦光是過去一個月漲了十二趴 今年漲二十趴 那目前來講 右礦每一半 差不多六十五點五元 很多人說可能會漲到兩百塊 漲三倍 那除了漲三倍以外 現在全世界的能源協會 他預估 他整個右的一個需求 到二零三零年 要每年平均增加二十八趴 到二零四零年 可以增加到一百趴 所以最近又遇到什麼 泥日政變 泥日共和國 有非洲的泥日共和國 八月政變 那泥日供給全世界的右礦是五趴 供給歐洲是二十五趴 所以泥日現在每公斤 因為他的右礦是原始右礦 每公斤零點八美元 他說我要漲到兩百美元 零點八美元 漲到兩百美元 沒有多少 兩百五十倍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兩百五十倍的上漲空間 就給了股價想像空間了 是不是看到美股裡頭的右礦股呢 近一個月持續出現多頭走勢 一路漲漲漲 看起來不輸AI族群 過去的AI族群 所以相關的右礦股呢 少則漲三成 多則漲到將近五成漲四十七趴 漲翻天 對 那因為這樣子 所以現在美國他們開始在研發 所謂的微型核電 包括谷歌 包括微軟 其實包括馬斯科也在研發 那微型的一個核電 最主要他是新一代的核電 那過去的核電叫核分裂 現在新的核電叫核融核 核融核它發揮出來的是一種氨氣 所以它本身呢 它沒有核廢料 我們現在台灣最擔心的 就核廢料 你要擺到哪邊去嘛 他沒有核廢料 所以你看那個核潛艇一沉下去 三年不出來 如果有核無色核廢料的話 那人就吸料料 所以這是新的一個黑科技 而且他以後就用卡車來拖 就是說可以用貨櫃的方式 拖到工業區 拖在這個住宅區 那另外的話 就是他未來在整個 他的一個政府 就美國政府目前來講 他已經投資一千七百四十九萬美元 已經訂了兩組 也就是說對於一些新創的一些微型的核電公司 給他一個獎勵 當然未來可以用這個卡車來拖 那他的發電量是一到五百萬瓦特時 也就每小時可以發展一到五百萬 那如果一個卡車可以一百萬的話 那你五步連結就好了 就變成一個五百萬瓦的一個一個小時的核能的一個發電量出來了 他的效能比目前還更好 最主要他是高溫 而且是氣冷式的 所以沒人都要過 他氣冷式不是水冷式 中國現在最近國務院 他公佈一個福建要成為示範區 他對台的示範區 另外他對台的二十一項的會台措施裡面 包括福建 他現在有核電廠 那你台灣電不夠 台積電是吃電怪獸 我賣電給你啊 我們這不是很好嗎 不行不行不行 這很敏感 對 那其實他在福建的一個所謂核反應爐 是他們自己做的 叫做華龍一號 第三代的 第三代的華龍一號 他現在也把這個核電的一個技術輸輸到全部各地 那福建距離我們的新竹最近才多少 才一百二十六公里 不要想那 我們不可能用他的電 沒有 因為發生事情我們就有事情 那現在福建他總發電量是兩千五百億度 他有六座的一個核電的一個機組 那當然對台灣來講 其實台灣現在有一個比較麻煩的地方 就是我們的燃美占四十二趴 天然氣占三十九趴 再生能源只有占八點二七趴 核能占八點二四 那核能是乾淨能源 再生能源是乾淨能源 但是很快的陸陸續都要退場 對 不是 你現在二零二六年 如果這個所謂的碳稅的時候 我們中小企業會倒一半 因為我們的那個整個那個碳足跡 根本就不合格 我們離岸風電 趕快即轉為國產 就是國家的一般的一些生產廠商 開始來做 那這些做離岸風電的廠商 有沒有可能吃到這塊大餅 因為未來電的危機 只會越來越嚴重 那台灣如果不能做核電廠 就只能發展綠電 發展風電 對 那其實我們看目前來講 在我們台灣海峽有兩百四十七座 這一次的一個海葵颱風二進二出 還好 都沒到 還不錯 那我們來看這個 所有的離岸風電裡面 離岸風電 我們來看個股 離岸風電 它的上游是你看不到的 叫做水下 叫上游 那你看得到的叫中游 所以我們看下這個上游 就第一家就是四季缸 那四季缸內最主要做機裝 那最近他有接到政府的一個 他的一個標案 是兩百零四億 他每個月可以貢獻 差不多十二億左右 他每個月可以做五座機裝 另外他有一個一百四十 一百四十塊的一個現金增值兩千萬 那我們來看他的技術面是 已經連拉三根紅K棒了 那為什麼要拉 因為這個地方能追嗎 現在已經漲那麼多了 不能追 那哪一檔可以買呢 我覺得永貫應該是可以 我們看永貫一五八九的永貫KY 永貫第一個你看他這邊打了一個 小小的好像WD 另外他做駐建 那駐建就是現在中國大陸 也在發展所謂的離岸風電 台灣也在發展離岸風電 那永貫KY KY就是海外掛牌的 所以他的市場有兩個 一個中國大陸一個台灣 那他今年的上半年賺一塊五毛八 所以我覺得目前來講 只要如果量出來的話 這一檔是所有的離岸風電裡面 算是最便宜最親民的